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视为对手 对中国采取各种打压措施 甚至在外交领域,美国也没有放手 特朗普在任时,美国就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而即便到了拜登上台,这一点美国也没有做出调整或者改变 9月22日,据中国驻美大使馆消息 我国驻美大使秦刚在一场线上演讲中 被问及目前美国公民在非具有紧急人道主义情况的背景下 不要申请前往中国的签证 需要数周甚至数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得到批准 中国两国民间交流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是否会考虑可以缩短签证的受理时间 而美国和中国又是否可以协商重新启用成都和休斯顿的总理事馆 而秦刚大使也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现在普通签证的申请时间被拉长 主要是因为全球大危机 也正是因为大危机窗口受理的模式改为了收到电子邮件申请以后 进行邮寄办理 这确实给签证的申请人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也直接影响到了签证受理的速度 而是否要重启中美两国成都和休斯顿的总理事馆 要看美国的态度 当初是美方悍然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总理事馆 中国只是做出了对等反制 完全合理合法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美国方面首先采取行动 去年7月21日 美国突然要求中国驻休斯顿总理事馆在72小时内关闭 而美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中国使馆涉嫌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 美国政府此举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此举无疑是对中方的挑衅 极大的破坏了中美关系 这一恶意污蔑引起了中国的强烈谴责 强行潜离的行为也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 中国外交部队此表示 这是美国单方面发起的挑衅行为 严重违反了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 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随后中国方面也采取了相关的行动 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至此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僵局 外媒称此次事件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冲突 这件事本身就是美国先挑起的事端 中美关系本就陷入僵局 美国却突然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如此敏感的行为被外界普遍解读为美国打算升级与中国的矛盾 面对美国的无理挑衅 我国虽然做出了对等反制 但仍致力于管控分析 比如美国关闭的总领事馆 是中国驻美领事馆中规模较小的一个 而我们也没有升级矛盾 只是对应关闭了业务量较小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中国当初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很明确 那就是中国绝对不怕美国的任何打压手段 美国只需要制裁我们 我们就一定会予以对等的反制裁 同时中国也不寻求冲突 反制裁时不主动升级矛盾 中美关系的维护本该由双方一起努力 然而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 明显要比美国理智解负责任 若美国想恢复美驻成都总领事馆 秦刚大使已经指明出路 那就是美国主动恢复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不仅适用在领事馆的重开问题 在其他中美问题上也同样适用 时至今日 美国仍然欠我们一个道歉 关于所谓的间谍活动 也未出示任何的证据 可以看出当初的事件完全是美国自导自演的夜场闹剧 然而有因必有果 美国自己必须为自己的无理行径买单 强行关闭理事馆之后 休斯顿这个曾经号称 德克萨斯州第一经济城市的地位开始动摇 尤其是在全球大危机之际 德克萨斯州 以及临近各州失去了来自中国的签证服务 法律服务大量对华贸易的资源 极大的影响了美国中南部地区的发展 美国政客的表示 现如今大危机逐步的控制 全球经济正在持续回温 如果中国驻休斯顿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理事馆 依旧迟迟不能开放 将会使美国中南部再次措施恢复经济增长的最佳时期 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 显然也不想再为这次的政治冲突买单了 也十分渴望重开领事馆 然而拜登上台以来不仅没有对特朗普的 实情恶化的中美关系进行补救 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中国实施制裁和打压 明理按理给中国使半子 然而美国许多对华政策 都是损人不利己 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反而时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祸害了本国民心 实际上 自中美双方互关总理事馆后 美方对于重开成都理事馆 一直予引了相当程度的关切 在2020年底 中美研究中心联会上 主持人就曾重开 美国驻成都总理事馆的议题抛出 当时时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表示 如果美国愿意出动扭转局面 中方也将慎重考虑 而在今年7月 恰逢中国驻休斯顿总理事馆 关闭的一年的时间节点 美媒休斯顿 纪事报便发文呼吁 拜登政府为重开中国领事馆 做出实质举动 报道中 美媒还评论称 中美两国互关使馆的源头 还是在于美国的政治操弄 但与此同时 美媒在报道中也表示 期盼中国首先做出让步 重启美国驻成都总理事馆 近段时间 我国一直都向美国强调 如果美国想要打破中美僵局 选择与中国对话 我们表示欢迎 但前提条件是 美国必须拿出足够诚意 这些诚意就包括 在与中国对话时的态度 以及取消对中国的无理制裁打压 只有美国做到这两点 那我们就会对等地做出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 秦刚大使还在会中提到 他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重要的就是沟通 倾听 但绝对不接受 毫无根据的诋毁和虚假消息 不接受居高临下 以止气使的教师爷做派 不接受损害中国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言行 秦刚大使表示 当前美国一些人 对中国的误解误判在加深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 把美中关系定义为 民主与威胁的对决 挑动意识形态对立 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 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 秦刚指出 中国从不对别国说 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 因为我们懂得合适才是最好的 好不好不看广告看疗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依然不肯放弃打压中国 依然不能以一个正确的姿态 与我们沟通 一方面美国先后派出各级官员 甚至是美国总统向中国释放 想要谈判的信号 但另一方面 美国又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横加干涉 美国在台海南海地区 声势的心思从未消停过 反而不断挑起事端 无论是美国主导的美英日澳四国联盟 还是引燃国际舆论的美英澳 AUKUS 美国这些拉帮结派的小派系 无疑是不是冲着围堵中国而来的 可以看到 在对华博弈中 美国已经处于下风 然而美国一向死鸭子嘴硬 即使是明知自己不站立 也希望对方先低头 但是中国不知这一套 对于美国一再挑衅行为 我们已经是人无可忍 中国是不会如他所愿 主动求和的 至于美国 求人就必须要求人的态度 毕竟是美国先挑起事端的 那就必须由美国先补救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如果领事馆重开 美国是否能够痛改前非 对中国使馆保持尊重呢 倘若做不到这一点 那领事馆就没有什么重开的必要了 总而言之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中国是不会在此事上示弱的 美国习惯在于国际社会上横行霸道 也需要碰碰硬钉子了 美国现在与中国相处的基调依然是竞争 而中国强调的则是互利共赢 美国在全世界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再加上近几年国内反华声音高涨 美国短时间内是不会选择与我们和平相处 我们要做好与美国长期维持僵局的准备 坚持做到对等反制 同时管控分歧 避免矛盾扩大升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需要你一分钟 我需要你一分钟 我需要你一分钟